当中的太阳星座跟上升星座来观察 首先下一周呢 两颗星的部分提醒金牛座的朋友们 在工作场合可能会有一些沟通不良的情况 所以要多多留意跟同事跟主管之间的沟通状况 另外市座的朋友们生活当中的种种压力 会让自己觉得有一点疲累 所以呢可能要这个耐心的度过这一周之后呢 就会脾气太来了 另外天蝎座的朋友们小心受到朋友的一些欺骗 所以对于朋友的一些这个邀约 或者是一些这种言行举止 最好再多做观察 我们来看三颗星的部分 首先有村女座的朋友们 会有一些新的计划想要去这个执行 但是呢却受到了一些阻碍 可能要考验我们的毅力跟恒星 再慢慢的去把这个计划给完成 另外天蝎座的朋友们 在未来一周会有冲动购物的情况 会让自己的荷包呢 觉得有一点点吃不消 所以在买东西之前最好多理智的思考一下 另外双羽座的朋友们跟朋友之间 会有一些言语上的冲突 所以在说话表达的时候 最好用字浅词 还是要婉转一点比较好 另外我们来看四颗星的部分呢 首先双子座的朋友们 在工作场合能够得到发挥 会有一些好的工作机会 来到我们的面前 可以好好的慎选一下 另外巨蟹座的朋友们 我们能够拥有忙礼偷闲好的一周 所以呢如果有机会出去做个小旅行的话 也可以让自己觉得有充电的感觉 另外水瓶座的朋友们 跟这个伴侣之间的这个亲密关系 能够有机会更进一步 值得期待的 我们来看五颗星的部分 首先要恭喜涉手座的朋友们 能够得到伴侣的呵护四处的放闪 就是走到哪里都觉得非常的恩爱甜蜜 我们再一次恭喜周琳 然后呢 牡羊座的朋友们 有机会展现自我在工作上的表现 是人人称赞 大家都看到我们这个真正的实力 能够展现出来 另外恭喜摩羯座的朋友们 会有一些计划之外的意料之 这个意外之才偏然入带 让自己觉得非常的开心 我们来看加码的部分 首先恭喜感情最旺的是 射手座的朋友 工作最旺要恭喜牡羊座的朋友 财运最旺我们要恭喜 摩羯座的朋友们 好的 好的